让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 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独生儿子 因圣灵感应 由同正与玛利亚所生 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 被定于十字架 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的公子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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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最热烈的掌声献给我们的神 因为只有他配的 Amen 然后每个人都站立起来 看看你隔壁的人 因为现在保持SOP 然后也不能够抱抱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跟他 跟他眨眨眼睛 然后跟他说 耶稣爱你 我也爱你 这样就好了 OK 好不好 好 好 那我们都一起来 敬拜和赞美我们的神 Amen 好 那我们一起拍一张来 Amen Amen Sometimes life can be so unkind Sometimes hope seems so hard to find In moments like this I'll run to you And surely come to my rescue I cannot do it on my own I'll never want to walk alone I will face my eyes on Heaven above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love You are the only one I see You are my strength when I am weak And darkness will be when you shine your light And I know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黑暗中的光照亮我们 让我不迷失不会堕落 我害怕事情陪伴我 看不见识就牵我手 有时生活尽是残酷 有时绝望走脱无路 在这种时刻被伴下 你终会出现来拯救 我无法把一个人承担 不知心中会太孤单 我要并尽阳望 天上盼望 我深深相信爱的力量 你是我唯一寻求你 是你让我重新得力 在灵光中黑暗全消散 我知道一切将黯然无恙 无恙的神为尘封一而奋斗 为有意义的目标活着 重心感恨有开心不断足不忍 只要活在光明一切将阿拉乌亚 我要一生为着共义的奋斗 为有意义的目标活着 重心感恨有开心不断足不忍 只要活在光明一切将阿拉乌亚 I cannot do it on my own Amen I cannot do it on my own I'll never want to walk alone I will face my eyes on heaven above I believe in the power of love You are the only one I see You are my strength when I am weak And darkness will bring when you shine your light And I know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 want to fight for the right first of my life For a purpose that's worth living for To live and grow, be grateful And to learn and bless And to live in the ligh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 want to fight for the right first of my life For a purpose that's worth living for To be grateful, be grateful And to learn and bless And to live in the light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And to live in the light Hallelujah Guill sådan What have you ever felt And to live in the light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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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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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带我 带我 作曲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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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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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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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作曲 宗盛 作曲 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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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宗盛 这是 李宗盛 我希望如此心 为的是纪念我 这是我离愿的线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叫你们的罪和伤 因我受的眼上的一致 这是耶稣的花 这是主的应许 当我再一次会相信 耶稣一切为我所幸 我感恩 我领受 我相信 拿着饼盒杯跟着我祷告 主耶稣我感谢你 我绝对相信 你教导的一切 你指示的一切 绝对有能力 有功效 我相信 我将领受的是你的身体 你的血 你的边伤已经依次我 你的宝血赦免我 洁净我 我的灵魂体 圣洁 健康 平安 蒙福 你复活的能力 你复活的生命 进入我里面 包括我的全家 让我们得救 敬畏你 跟随你 直到永远 我如此祷告 我如此相信 我就如此得着 如此看到 奉耶稣的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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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受吧 我们预备 我们的心来奉献 你们奉献的时候 你们不要碰到 那个奉献带 就准准的 咚 也不要碰到 招待员 非常的时刻 就学习一些 非常的新的 生活习惯的方式 但愿 我们境内 马来西亚 沙老爷 古境 你的家乡 你的家园 你的那条街 你的那个住宅区 境内 都平安 阿们 四十 你们要以感谢 像野荷 花歌唱 用情向我们的神 歌颂 他用云这天 为地将云 石草生 藏在山上 他自使给走手 和踢跷的小乌鸦 他不惜 远马的 李纳 不惜爱人的 推快 耶和华西安 你 你要赞美 你的神 你的神 因为他坚固了 你的门霜 祝福给你 你中间 举手 为马来西亚 沙老爷 领受祝福 为父亲 阿们 马来西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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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坚固了 他坚固了 你的门霜 你的门霜 我的麦子 使我满足 挤起你的手 是的 主啊 这是你的话 你使我 境内平安 你用上好的麦子 我生活所需要的一切 使我 全家满足 古境有平安 沙老爷有平安 马来西亚有平安 蒙福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每一个家庭 世世代代 有永恒的平安 奉主耶稣 圣灵祷告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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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荣耀归给神 好 我们来看今天的周讯 欢迎回家 把荣耀归给神 阿们 圣灵祷告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教会已经开始了60分钟了 主日会后 祷告服事 有需要的人 可以透过教会脸书的Zoom链接 进入祷告室 参加洗礼班的弟兄姐妹 这个星期三将会报告有关洗礼的最后指示 这一届的洗礼日期是在10月30日星期六 时间和地点就由各自小组决定 新年团契 这个星期的聚会是在星期四 组长跟组人分享离别的话 很有可能下个星期就分组了 for young adults fellowship this week leaders are to share parting words with members as new groups are very likely to be formed next week 家庭小组 这个星期五的节目是组长分享 the program for house group this week is leaders sharing 少年团契 这个星期五的聚会节目是新的一页 儿童教会的爸爸妈妈们 请注意蒙福儿童献上聚会的时间和事项 dear parents and children don't forget to lock on to our blessed children church zoom meeting after the service 恭喜恭喜 恭喜星期六在上帝面前立约的 卢志雄夫妇 愿上帝大大赐福 看顾与保守 教会愿与蔡卓星弟兄同爱到她的太太 洪秀玉姐妹的过世 求神亲自安慰与保守 蔡卓星弟兄愿向弟兄姐妹说谢谢 多谢弟兄姐妹在她太太丧礼期间的祷告 慰问及关怀 谢谢收看这个星期的蒙福周迅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See you next week Bye 刚才如果你们有注意看周迅 有一个错误 明明有洗礼班 可是那边写没有洗礼班 所以负责周迅的人请注意一下 所以有洗礼班 最后一次的洗礼班 要给你们指示 所以感谢主 你们依然的要跟随所有的指示 上帝为我们开门开路 让你干干净净 能够灵魂体被洗干净 所以这个星期 主张领袖请注意 我们还有最后一次的洗礼班 是要给你们指示 给你们教导 好 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 来领受今天的信息 我们再来唱 耶稣升天之前 给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命令 这是一个命令 命令就是没有问你的意见的 你觉得呢 你想吗 你要吗 命令就是叫你做 你就做 马太福音28章 18到20节 去 我们应当要去 阿们 耶稣听起来 对他们说 天上帝下所有的权利 都赐给我了 都赐给我了 耶稣说什么 耶稣今天来 对他们说 天上帝下所有的权利 都赐给我了 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丰富着生命的命 给他们实行 但我所奔赴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 遵守过这场 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模样 耶稣听起来 说什么 耶稣听起来 对他们说 天上帝下所有的权利 都赐给我了 都赐给我了 所以 所以你们要去 是万民做我的门徒 丰富着生命的命 给他们实行 但我所奔赴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 尊守我 就唱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模样 让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 你们救命 得潮能力 平靠在耶路撒冷 犹太圈 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得见证 但圣灵降临 在你们身上 你们终于 得潮能力 平靠在耶路撒冷 犹太圈 全个撒玛利亚 直到地底 做得见证 所以我们要去 是万民做出的门徒 丰富着生命的命 给他们实行 传出所奔顾 我们人都教训 他们尊守 主就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模样 主就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模样 主就唱与我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模样 Amen 跟着我一起祷告 主耶稣 这是你的命令 不是叫我们选择 没有问我们的意见 但我们相信 你所命令的 不是为你自己 是给了我们最大的福分 给世人 得救的机会 这个命令 对我们太好了 太有恩典和怜悯 若不是这个命令 我们自己今天都不会得救 所以 我们要谦卑 受教 顺服 你跟我们说话吧 修理我们吧 恩高牧师的口 恩高我们的耳朵 我们的心 让讲的和听的 都领受 真理圣灵的启示 感动 话语 听到 行到 要活出来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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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你的圣经 和笔记簿来 所以我们已经几个月 没有回来教会 所以好像很多东西 要重新适应一下 要重新学习 感谢主 我们都不断的成长 不断的学习 记得在其中一个 家庭祭坛的祷告 在组长训练吧 我都有 我跟你们分享的时候 我说 有一个牧师 他问了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问题 他问说 我们聚会啊 像主日做礼拜聚会 最重要的时间 是哪一段 哪一刻是最重要的 开始来 认罪悔改 预备心 赞美敬拜 奉献 听道 结束 回应祷告 开始到结束 哪一刻是最重要的 哇 大家都在想 哇 我想我们很多人 那个时候 他问的时候 我也在想 是神同在临到我的时候吗 赞美敬拜 或者 多数的人一定是说 讲道的时候 对不对 神的话释放出来 那中间那一段 或者有些人说 前面预备心 你的心没有预备好 根本都浪费时间 什么都没有了 哇 可是他的答案说 最重要的时间是 散会 散会 然后大家说 一切都很错愕 然后不知道怎样回应 又觉得 他是在开玩笑吗 还是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大家都没有什么反应的时候 他说 干嘛 你们不觉得散会很重要吗 他说 如果我不断地讲 再讲 再讲 从现在讲到晚上 你们就觉得散会很重要 对对 大家就笑 可是他说 他说散会很重要 不是因为我们想要回家 我们累了 不要那么啰嗦 那么长 我要去休息 不是因为这样很重要 他说散会 最重要就是 你听了道 你亲近了神 你被圣灵充满了 现在 散会是行动了 你的生命有没有更新改变 或者散会 进到车就开始 或者出去外面又一样了 完全是 今天敬拜很好听 我有很久没有听坦尼唱歌 哇 那个music 今天机会很好 哇 今天感觉很爽回家 然后 没有改变的 一模一样的 所以就浪费了 所以他讲的 哇 很有道理 散会 就重要了 theory and practical 对不对 一个理论 一个行动 理论 道理 theory重要吗 重要 可是他就是教你 怎样活出来 所以我们听到 我们一定要行到 要不然你还是不知道 就是胡说八道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Amen 今天 今天的道 很敏感 会不舒服 你说 哎呀 牧师你的道 每天也是很敏感 最近这两个礼拜 有好一些青年少年团的组长领袖 有不是真正的心脏病 那种下道的心脏病 那种 哈丢结 为什么 突然间 从来没有收过我的简讯的 会收到我的私讯 PM 他们说牧师啦 谁收到你的简讯 都会吓到的 为什么有这种形象 我那么温柔 体贴 亲切 他说 哇 然后 我就会问他们 我有一些 我先 传简讯给青年团的一些领袖 包括区长 青年的区长 组长 跟他们说 你今年上成人小组了 哈 他们说 还没有心理准备 都四五十岁了 还说没有心理准备 还没长大 还没有成人 发育 还没有完 所以他们到 哈 我就 写信说 你时候 上成人团了 哈 牧师 可以再怜悯吗 可以再多一年吗 多一年 年轻的永远不能够上来 就是给你们拦住住了 我说 哈 牧师真的 好舍不得 我说舍不得 又不是叫你离开教会 还不是一样的教会 什么 当初像 丘陵他们上去的时候 也是 哈 还不是一样 对 我说 哎呀 只是名称换 还是同个教会 有时候聚会的时间 不一样罢了 什么 一些是说 牧师 有一些还没有上的 他时间还没有到的 可是他的小组里面 有一些时间 早已经过很久了 可是跟他们配搭的很好 副组长 助手 他们就说 牧师 可以怜悯吗 可以留下这个给我吗 我看年龄 49了 还什么 我说 还 我说你要求 大家也要求 全部不要换 所以后来他们说 好 感谢主 他们说 好吧 牧师 我们就顺服 哎呀 他们没有顺服 我也是照样换的 他们说 好 我们顺服 感谢主 然后青年团的 慢慢恢复了 到少年团的 少年团的 可是 这次伟红也是 开了很多手术 因为我跟他说 22岁以上 上去青年团 因为按理来说 少年团是高中生 中学生 或者勉强接受 你学院生 大学生 所以我说 我会通融24岁 25岁 如果还在读大学 其他的 22岁以上 上青年团 因为神在做新的工作了 我们已经停顿 在那种 有时候我们人的系统 有时候要更新 因为我们要看到神 要在做什么 然后他就说 没问题 他说 哇 他也是突然间 伟红那天来找我 说 他几乎整个礼拜不能睡 好像 也不知道为什么 又嫁女儿 还什么 一大堆女儿 要嫁出去 还什么 所以他就 哇 怎么办 怎么办 我说 所以你看 大家都要调整一下 对不对 青年团也一样 很多 也是跟我说 哎呀 舍不得什么 后来 伟红就给我了 一些 理所者 有一些 我听到他们说 他们还留在少年团的 很多个还决定留在少年团的 那些 我说 如果你是超过 二十二四 二十四二十五 你留在少年团的 你只有一个原因 我还会考虑 你是郑组长 助手 副组长 你没有时间再等两年了 你等两年做组长 你三十岁了 你等两年做组长 你二十七 二十八了 所以我说 如果你还留在少年团 你一定要是郑组长 要不然你一定上去 或者有什么特别的原因 保安的负责人员 我们也是要比较成熟的 不能够叫那个十四岁 十五岁 对不对 或者有些影响 当然这些我跟伟红说 这没有问题 所以当我发现到 有一些年纪蛮大的 还留的时候 甚至他们是区长 组长 还在少年团 他们就开始收到我的信息了 我说 听说 或者 我说 你有留下什么 我说 我要原因 为什么 我要听 我说 你的原因是什么 我跟你讲 喊巴让一万个percent回答都是 因为我有负担 我不必讲 我都知道 当然是 要不然什么 因为我年尾红 没有尾红 我不能呼吸 也不可能是这样 即使是 他们也不会这样讲 所以 因为我有负担 我对少年团有负担 我就问他 什么是负担 你的负担是什么 然后 他们就 不错了 蛮有真理的 他们都会回答 什么是负担 什么是 他们 对 然后我就问 那你留下来 你对谁有负担 因为他们多数是说 我们要帮忙训练 少年人的 未来的领袖 很好 然后我就问 你要训练的那个是谁 讲名字和他的年龄 如果他讲的 要训练的人 也是22以上的 我说 你们一起上 如果他是十多岁的 我说 还不错 还能够接受 但是 我还加一句 我说 事实上 我并没有叫你们 选择 要不要留下 是 教会决定 你上不上 不管你讲 你的负担是什么 哇 他说 哇 安隆的回答都是 牧师 虽然我真的 我觉得我的负担 是在少年人 如果你真的 或者教会决定 我们上 我们顺服 哈利利亚 把荣耀归给神 这是很好的 所以伟红也很顺服 因为本来伟红 拜五就要报告了 他们已经 海啸地震了 他已经给了我 97个名字 上青年团的 然后他也给我看 他的新的 区小组 30个新的 少年人的小组 他拜四晚上 傍晚给我 然后我就说 大概大概 然后他就说 他明天 拜五 就是刚刚过的 拜五 他说他要报告了 可是 我不能睡 其实还没有睡了 那个还很早 我就再看再看 我虽然有跟他说 可以报告了 应该可以接受 我说第一 我也要等跟总局长 一起商量 因为他们也刚回来 才回来 然后我说 另外就是 我觉得有一些 我还要再问 因为有一些 我未必 要他们留下 然后伟红说 希望不要再调整 因为海啸一次了 突然间遗震 有时候遗震 会强过真正的地震 那个after shock 所以你看earthquake 英文很好 earthquake过后 有几个after shock 对不对 遗震 遗震 再震 再震 所以我说 再祷告吧 所以他也很顺服 他就那天没有报告了 可是他心里 披补补补 到现在都 披补补补补 因为我什么都没有 再跟他讲了 我就说 就等吧 看下个礼拜 我们在开会 再讨论 所以我就 很多个 超过十多个 青年人 少年人 问我 青年人的比较 是 我去成人团 拜托 他们都是成人 还讲这种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因为他们是驱长级的也上,组长级的也上,所以你们成人团的要上去哪里,我也不知道了,就是这样子,因为你看上个礼拜我讲得到,我们五十六十就要准备了,对不对,所以我们真的成人团的再不上,成人团都变成老年团了,等下,青年团,青年团都, 后来,他们都说,牧师,那我们上去成人团,我们先做组员可以吗?我说,没有,就直接做组长,我们没有带过成人,不知道怎样带,他们没有想到,他们其实他们的小组里面,其实很多都是成人来的,本来的,只是名字在青年团罢了,就好像少年团的,他带的,有一些组长跟我回答说,少年团的, 我决定留在少年团,因为我对我的组员有负担,我就说,给我看你组员的名单和年龄,看了过后,我跟他说,你知道你的组员,没有一个是少年人,都是青年人,你怎样对他有负担? 哦,我说,如果你真的真的有负担,你下次带的都是十多岁的,你还愿意吗?愿意学习,然后我还问一句,我说,如果伟红不是团长,你还愿意留吗? 伟红,你想要听到他说,yes or no呢?按情感,按人会说,如果伟红不在,我也不要活了,没有,但是感谢主,他们回答说, 有一些跟伟红很好的,即使不是伟红做团长,我也要留,因为我要看他们的心嘛,对呀,是按感情啊,按人啊,按自己想法什么,后来,我就跟他们解释,什么是负担? 我跟他们说,26年前,我刚刚神学院毕业完毕,才30岁,我的负担是做青少年的工作,我的负担是出唱片寻回演唱不到的, 我对成人,对老年人,对小孩子,我没有负担,我的恩赐,神也使用我,四哥,年轻人,我的负担是这些, 所以在新加坡,在槟城,吉隆坡,台湾,我都有很多机会,来走我这个负担 我对古镜有负担吗?没有 我对当时的教会有负担吗?几十个人都是老人家,和小孩子几个?没有 那我是不是跟我的负担?我回来了,你负担就是,我们的负担就是神,神的心,神的命令在哪里? 那就变成你的负担,不是你的个人的兴趣什么? 如果我问年轻人,很多年轻人都有负担做敬拜团的,很多都有负担做唱歌的 阿祖,你的负担啊,音乐你啊,是吗? 摩斯斯,打鼓你啊,很有负担啊 什么是负担?对对,所以我问他们,什么是负担? 然后,我说,我还没有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在十二里教书,中学,因为我没有去做律师,我对年轻人有负担,真的,我去中学教书 你看坐在那边的那个,黄世贤,你站起来一下,你看,站起来一下,你看这个黄世贤 我的第一批学生,我去教他,他from 5,我教华文 他也是其中一个,我说,你可以上成人团哦 哪一带学生哦 48岁咯 哎呦,你说,牧师,你到底,你,你,做baby就教他了哈 所以你看 不知不觉啊 不知不觉 我在教书了两年 我很爱我的学生,你问他 我给他补习英文啊 补到还再回家十里十多里,然后一分钱都没有收啊 有啦,他有给我,他们以前卖鸭蛋,他有给我咸蛋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 他们是有名的,A grade的咸蛋 然后来 我的学生很多是巴雷汉的 十多岁的,我是他们的级任老师 预备班的学生 你知道有一些是没有什么爱读书啊,会打架什么的 可是一两年过后啊 我,他们知道我要离开了,我要去新加坡读生学啊 那些通常人家觉得比较赏身的 十多岁,十四十五岁 抱着我 老师 你不要我们了是吗 老师 你不要我们了是吗 我没有负担啊 坐在我旁边的同事 不是基督徒啊 在那边教书很久了 林老师 这里的学生需要你 你真的要走吗 我没有负担啊 我到今天还是有负担 负担并不是说,因此我就做那个 我可以去读神学 我可以回来做牧师 我可是负担一样是有在的 我回来古今做牧师了 我对老年人 我为什么会变成 你知道最近 感谢主啊,我也觉得很不配 台湾的嘉英电台 好消息电台 Good TV联络我 联络我说 我能不能够把我所有的CD 专辑 我的YouTube的 Video的版权 给他们播放 尤其是 Hokken Kwa 尤其是福建哥的 全部他们都要 可以吗 我一点对福建哥都没有负担啊 零负担啊 我回来的时候 因着福建哥 我拒绝唱福建哥 老人家要离开教会啊 你跟我讲负担 可是 上帝感动我说 你要带了人家进入我的同在 你要让他们懂语言 跟我接触 因为神说话 因为神命令 因为神要你做 你就要有负担 我就悔改 我就祷告 然后今天成为 连 我写福建哥 因为我不会台湾的福建话 各位头亲嘛 山中的巴林斯 没欠贵 什么 他们 他们 金基 他们基 我就是不会 我才写 古今的 Hokken Kwa 我们还要吗 你的瓦是根 人家 你的瓦是根 山中的花 所以我们都不一样的东西 到今天人家还跟我辩论 Kana Kana 到底是马来话 还是福建话 他不管他们了 还感谢主 我去台湾的福建电台 interview 那个访问我的 他说 你知道吗 Kana 是我们真的台湾的 古老的福建话 Hallelujah 我终于平凡了 他们以为 是新加坡的Kana Kana 因为他们每次做戏 就Kana Kana Kana 很难听的 Kana 所以原来他说 所以你看 从零负担 变成被 那边的 原本的 承认你是福建 创作歌手 的所谓的 好像权威这样子 所以 我就跟他们年轻人 解释很多 现在他们在懂 我说 你的答案 对 应该是因为负担 如果你是 其他的答案 我就觉得奇怪了 对对 青年人的也一样 你觉得你对 你的青年团 还有负担 对 你在一个地方 久了 你还有 没有负担 你这个心 有问题 对对 你跟一些人 相处久了 就连 爱情 都会日久 久生情 对对 所以你们每次成人 也是要分小组 跟你讲 你们不要以为 只是讲青少年 你当然在那个小组久了 你在那个区久了 你当然有负担 你怎么会没有负担 我纽西兰毕业回来 我在那边五年半成长 我要回来之前 我已经是我们的大学团企的 主要领袖了 我在那边是向 留学生传福音的 很好传福音的 他们在外国很孤单 带去家 带去教会 我没有负担吗 如果都是负担 负担 早就没有回来的 我已经现在是在 纽西兰了 在那边滑雪 所以 每一个阶段 你在哪里 你一定要有负担 而不是留在那个地方 你一移动 就是跟着移动的 我 纽西兰一回来 我就到十二里了 那个两年 我的心还牵弃着那边 我还 感谢主 至少你看 我有一个学生 第一批 从现在带到 他要上成人团 还说舍不得 所以真的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后来我就跟他们解释 什么是负担 今天 我也跟你们讲 什么是负担 今天的主题就叫做 什么是负担 因为后来我说 哎呀弟弟 type 青年团个type 少年团又type 就全部type给你们 全部就好了 一下子讲 什么是负担 使徒行传 十六章 你们看到 我们的音乐总监 阿珠 今天跟我这样亲 他有孩子有什么 第一次去见他 去拜访他 我一点负担都没有 我看到 那年轻人 我那个时候 Auntie Maggie 才信主不久 Auntie Maggie 去会圣的 那个open air 买面 看到有人打架 在面摊子里面打架 然后就看到 有一个妇女 站在摊子外面 这样子头低低 Auntie Maggie 就问那个妇女 人家打架 你怎么还站在那边 那个妇女就说 是我的老公 打我的儿子 那个老公 就是林耀明 那个儿子 就是林阿珠 那个时候 他在form 3 大概form 2 form 3的时候 Auntie Maggie 完全陌生人 不认识的 Auntie Maggie 才信主几个月 他就说 哎呦 这样子不能的 你气球 一直压压压 他也是弹回去的 打到脚断手断 你以后要养他一辈子 他说不能这样的 来来来去教会 爸爸妈妈也很单纯 就这样 然后就给弟子联络 说 然后Auntie Maggie 就说 我们的牧师 很会跟年轻人讲话的 我带他来跟你儿子讲话 就去他们会圣的 那个时候 他们租的一个小房子 去 他就理的不理我 看的不要看我 到今天还要报仇 所以那种 哪里有负担 我看到都险啊 那种宽啊 所以 可是 神要你救 所以我今天唱 你们要去 去哪里 没有讲哦 去几岁的 没有讲哦 什么地方 没有讲 什么样的族群 什么样的背景 什么没有讲 是万民 什么叫做万民 遇到谁 你就要有负担 你就要有负担 所以我 我刚刚几天前 我读到 一个很感动 因为有时候 你不知道 你救到一个灵魂 你不知道 你触摸到一个 一个人的灵魂 我在Instagram 读到一个 小小的一个故事 一个人说 他写下来 他说 美国人啊 我要跟 那一个陌生人 那一天在医院的停车场 他们停车场 要放 那个 几毛钱 这样 他说 因为我没有钱 好放 我不能停车 可是有一个陌生人 看到 他就给我几毛钱 我就赶快停车了 谢谢你 因为 我来得及 见我爸爸 最后一面 我不知道你是谁 我只跟你说谢谢 你的几毛钱 让我见到我爸爸 最后一面 我读了 我多么感动 你的几毛钱 只是你看到人家 有一点困难 对不对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完全对这个人不认识 你没感觉 你只是这样子 注意他 关心他一下 真的 然后昨天 我的 Messenger Facebook的 信封网扫开那些的 我看到有一个留言 我就去看 这个是很多年前 已经好像离开 来教会 我们来小组的一个青年人 怎么他会写信给我呢 他就突然间 他说 对不起 牧师 我打扰你了 我不好意思 他说 我现在在国外 我在国外 然后 我们的 我住的这个国家 我还在这边 政府 发命令 每个人一定要打针 要不然就是犯法的 他说 他说 我一直读很多新闻 很多新闻 无论是宗教新闻 什么新闻 有很多是反对 这些打疫苗的 什么的 他说 我很乱 我很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可是不打又不行 打了我又没有平安 是不是一打了就下地狱 以前我这样子想的 但是很多很多新闻 然后 我是很多个小时 我才看到 然后他还说 因为我知道你已经打了 那他是怎样 所以我要问你的意见 你的想法 到底打了是怎样 我的意思是说 这样 你问我 我都打了 如果 我能够讲什么 对 所以 他就说 后来我就赶快回答 我说 当然我就 跟他说 我们是相信 OK 什么 这样 我们教会 我说 我们明天开放 然后没有打两针 都不能回来 什么 他说 那是不是666 我说 不是 我说 这世界的一切 都是迈向666 是真的 如果你怕它是666 你的passport 都不可以用了 电脑都不可以用了 手机都不可以用了 你的ATM card 全部都是迈向那边的 所以我们要分辨 时候到 可是 在科技发达的时候 我们也用科技 来传福音的 对 后来我就 跟他讲了 他才 他 马上回答 牧师 我以为你完全 不理我的信了 他说 我已经在医院门口了 要进去还好 现在我有平安 因为他还在 他还在那边 怕 你知道吗 所以 几个小时后 他说 谢谢你 谢谢你 你竟然还会读我的信 还会回答 给了他很大的平安 我说 我谢谢你还写给我 我以为 我已经失去你这只羊了 他说 我的确有迷失过 他说 他说 谢谢 所以他会问 我感谢主啊 他还会在乎 会不会是 得罪神啊 什么啊 什么啊 这些 所以我们真的是 任何时刻 我们都要有那个负担 好 使徒行传十六章 第一到十二节 使徒行传十六章 第一节 来 保罗来到特比 又到路斯德 在那里有一个门徒 名叫提摩泰 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 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斯德和以歌念的弟兄 都称赞他 保罗要带他同去 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 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 你看你要带提摩泰 你要传福音 你带这样的 又一半一半 又不是犹太人 又要带他去犹太人的会堂 等下犹太人又会拒绝他 因为希腊人是没有行割礼的 没有行割礼 你不可以进那个会堂 然后会被公 很麻烦啊 你传福音还要带这样的人 还要预备 他还要训练 还要解释一大堆 很麻烦哦 可是保罗知道神要用他 保罗要训练他 就有负担 只要神要用的 只要神要你做的 只要跟传福音有关系的 就要有负担 所以保罗还跟他行个理由 我们当然不需要这些了 感谢主 可是我们要行其他的理由 我们带别人的时候 要预备他们能够被接纳 能够被使用 这个叫做负担 第四节 他们经过各城 经过各城 As they traveled from town to town 每一个城市 每一个地方 每个城市的背景都不一样 文化不一样 语言不一样 人也不一样 对不对 所以经过各城 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 所定的规条 条规交给门徒遵守 第五节 于是 因为有训练提摩太的负担 因为到各城 每一个地方都有教导 传福音的负担 于是第五节 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 人数天天加增 天天加增 因为有负担 开始训练起来 他的负担是不是 原来他们对那边 那个城市有负担 不是这样的 走到哪里 负担跟你到哪里 Amen 你去到哪里 你的负担跟你去到哪里 因为我们的负担是 神的命令 神要我做什么 负担也不一样 所以你们也知道 我们开始神学院 三十个全球生 我跟他们说 我不是要你们三十个 做同工做牧师的 跟我挤我的办公室 是有真理 然后他们可以继续做 他们的 有一些是engineer来的 有一些是高材 他们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可是他们要有真理 要懂神的话 第六节 你开始看 所以他们继续有 每一个城市都去 他们去到哪里 负担就到哪里 对对 他们要停在 哇 这边很成长 我就留在这里 没有 神不断的带领 第六节 圣灵既然禁止 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他们在亚西亚讲道 因为有负担 在那边讲道 可是圣灵禁止 有时候 神有他的时间 神有他的旨意 神有他的计划 他要讲道要讲道 圣灵说不需要 那他们就经过 福利加 加拉太一带地方 第七节 到了美西亚的边界 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 想要往比推尼去 说什么 传福音啊 开荒啊 建立教会啊 训练门徒啊 是不是负担 是 绝对是负担 他们的 我们 无论你是老年人 成年人 青年少年 儿童 我们的负担就是 传福音 管他是谁 被派到 就要传福音了 像我一回来 牧养教会 教会的每一只羊 管你几岁 连包括胎里面的 胎里面的baby 都成为我的负担了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我每次也会为 怀孕的祷告 昨天 我还收到 你们爸爸妈妈 你们不要轻看这个 我以为 你看我们每个 每个主日三会过后 我又叫 恩雅 恩荣 Salom Amen Dance Salom Amen 一个一个叫叫叫 你知道有两百多个名字吗 你会觉得 牧师 其实这边是不要 弄自己累 昨天 还有一个组长 牧师 你可以再加 两个小孩的名字吗 他妈妈虽然还没有来教会 可是他们的 表兄弟 每个礼拜 名字被叫 这两个小孩 很希望他们的名字被叫 他们每个礼拜 都羡慕 他说其中一个 也读蒙福幼稚园 又一个更小 牧师 可以叫他们的名字吗 当然可以 是你们自己 阿公阿嬷 爸爸妈妈 懒惰 觉得没有什么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 off了 去吃饭了 阿公还没说了 Amen 还要等到 尤其是后面的 还等到一百多个 名字那边才轮到 那牧师 不要 所以 一个 一个爸爸 上个礼拜也很可爱 他说牧师 我的儿子的 你不必再叫了 因为 他说 前面有一个名字 跟他一样 每次你叫到那个 他就Amen了 很好笑 不是不要 他说 我儿子说 反正前面那边 已经叫到 一样的名字 他也每次 Shalom Amen 所以你看他很可爱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的 球 后来我就说 没问题 我还跟他讲 这样我帮他 跟他的表兄弟 在一起 在大概 大概什么时候 我会叫他的名字 哇 那个组长就说 还有 感谢主 他们会哭 那个小孩会感动的哭 我说 你又知道 我说是 因为 他说 因为三个礼拜 已经叫我讲 我忘记讲 我说你要悔改啊你 所以你看到 因为我 我本来也会累的 我也想停 可是我每次 还是 Shalom Amen 负担 所以你变成 要有负担 你有想到 这些小孩子 就等 已经两个小时了 他们就等 最后 叫到他的名字 Shalom Amen 他很开心 你们有一些的孩子 我都知道的 名字没有在里面 做什么 因为你不能够等 求神灵 或者可能 有些小孩子 也不要了 也不认真 但是 因为这样子 他按他的名字 圣经常说 神按我的名字 认识我 他在这个 Internet Online 听到牧师 叫他的名字 他们就知道 我是教会的孩子 耶稣知道我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你不要说没有 所以我有时候 我告诉你 也有西马的 写信给我 可以叫我的孙吗 有一个甚至要把他的孙 送过来 叫我养 我说我不能 我没有空 但是 有一些是 德国 澳洲的 都有的 你知道吗 可是我跟他们说 很抱歉 我不能够公开给 全世界啊 单单教会 已经够多了 所以你看到吗 是一个负担来的 本来没有的 谁要做这样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就是 要有一个负担 好 你看 可是 保罗他们要去 比推你去 耶稣的灵 不许 耶稣的灵 不许 他要顺服的 你不能够说 就单凭你的负担 你想要做什么 第八节 他们就越过 美西亚 下到 特罗亚去 所以 这边不能 就再去另外一个地方 不能够说 哎呀 我都训练神学 两年半了 结果那个灵狱中 还在哦 还健在 我以为是我代替他了 哎呀 不能啦 哎呦 我都没有做到组长 我都没有做到区长 哎呀 浪费了 我不要了 没有哦 没有就去做 继续做别的啊 神要你继续做哦 阿们 所以他第八节 他们就越过 就去另外一个地方 第九节 在夜间 有一项 献于保罗 有一个马其顿人 站着求他说 请你过到马其顿来 帮助我们 在夜间 他看到一项 是马其顿人 他们一定有那个 外貌啊 穿着文化 看得出是马其顿人 或者他的语言 保罗知道是马其顿人 第十节 保罗既看见这一项 我们随即 想要往马其顿去 以为 以为的意思不是以为的 他说我们就认为说 我们认为说 神召我们传福音给 那里的人听 马其顿 这个字有没有 咛咛一点 最近两个礼拜前 才听到 马其顿 组长训练 查经也讲到 马其顿的教会 在极穿之间 在最痛苦之间 蛮有喜乐 他要奉献 保罗他们说 不要 你们自己已经比他们更穷了 你们不必求求你 给我们奉献 这些马其顿人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 还没有这些教会 你看有多么感动吗 你想都没有想到的人 你去都不要去的地方 你以为没有什么 神说 马其顿 去 所以我们才读到 那么感人的 马其顿众教会 再三求我们 他们的奉献是 按自己的力量 和超过自己的力量 因为他们知道 是神的旨意 因为他们把自己献给主 就是这边的一项出现 才有后来的 那个马其顿教会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Amen 所以 保罗他们为什么会顺服 因为 他们的负担就是 去到哪里 传福音到哪里 如果这边不能传 如果神说换 他们就换 他们的负担就是 顺服 听神的指示 或者属灵全病的指示 第十一节 于是从特罗亚开船 一直行到 撒末特拉 第二天到了 尼菲波里 从那里来到 菲利比 十二节的 菲利比 就是马其顿 这一方的 头一个城 第一个城 他们去到 马其顿的 第一个城 马其顿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地方 好像一个国家 一个区域这样 也是罗马的 住房城 我们在这城里 住了几天 他们到菲利比了 如果你有兴趣 你今天可以 继续读下去 就在十六章 发生了什么事 神呼召我们 去马其顿 意象显示 一定是那边 一大堆人 等着要信主 一定是很多人 要我们呼召 一定是大复兴 Revival 就是那边 保罗他们 被打得半死 丢在监牢里面 半夜起来唱歌的 就是那边 你有负担啊 本来好好传传传的 神stop 去马其顿 一定是马其顿 Ready了 一备好了 结果第一个 第一站 第一站在菲利比 打到昏迷啊 关在监牢里面 半夜才醒来 醒来还唱 一切歌颂 赞美 都归我 祝我的神 后来监牢的门 打开 那些铁链脱落 你们记得那个故事吗 就是这边 什么是负担 负担不一定是 一帆风顺 负担不一定是 你去了 很舒服 很适应 负担不是 马上看见果子 负担不一定是 负担是 神放你在哪里 那里就是你的负担 阿们 我就顺服神回来 26年前 我的负担是 我的负担是 六个月 六个月 比这几十六年 那个六个月都不知道怎样算了 从六个月变成26年了 因为神给你的负担 神要你做什么 你要继续 然后继续成长 开始 我们其中最感恩的一个东西 就是爱心怜悯行动的开始 其中一个感恩的东西 就是承导的开始 所以要鼓励主张领袖 你们要继续这些东西 因为这些真的是影响很多人的 生命就变成要顺服神 做神的东西 然后圣经学院也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青年团少年团要调整 要预备 一代又一代 上个礼拜 你们不是听那个魔鬼的教义的 陈少豪牧师 他是新加坡的爱之心的教会的 他们是讲得非常好 我们有时候就忘记了 年轻人需要预备 需要训练 好 所以我们来看 第一点 如何决定 在哪里 他没有叫你做组长 今天没有叫你做区长 你只是一个组员 你能够做到一个非常有负担的组员吗 你就是做了 你被放在哪里 你就要在哪里做得最好 第一 正确心态也不一定是 不一定是那边 不一定是对 不一定是神要你做的 保罗他们的心态完全对 你看哦 到处去 他们都是要传福音建立教会 鼓励人 一路一路走 心态 百分百 我们不能够跟他们比 他们的心态对到完 可是神有没有要在他那边坐 没有 神有要他在那边留吗 没有 神有别的地方给他们去吗 有 去了过后是不是 一切顺利 没有 去了是不是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没有 去了 被打到半死丢进监牢里面 可是有埋怨吗 哎呀我听错了啦 我觉得我走错了啦 不是神的旨意 不是神的计划 没有这样讲的 去到哪里 负担到哪里 第二 有负担 更要有顺服的心 有一些人 他们离开教会 原因是 教会不阿们 他的负担 有吗 有 我们教会有吗 有 别的教会有吗 一大堆有 他们离开教会 因为教会没有支持 阿们 他们的负担 所以 他们一定要顺服神 因为他们的负担 是神给的 哎哟 你知道吗 有时候我都不要 reply啊 我都不要回复 因为啊 我就有时候跟 领袖说 给他走了 因为 我哪里有资格牧养 这样directly under神的 他们 他们是直接 下线 上线就是神 下线就是他们 轮到我们去管 还给我经文 我要顺服神 因为这是神给我的负担 既然牧师 你不阿们 不认同 神 叫我去哪里 我就去哪里 我 听到我 真心中 directly under神的 谁敢牧养 对 所以 你们都要学 如果我没有给你做组长 我没有给你做敬拜团 我没有给你做什么你喜欢做的 就是我们没有阿们你的负担 你就令谋高就 你就 此处不留人 自有留人处 花落谁家 咱还不知道 那每一个人 你每一个人就照着你的负担跑 全部照你的负担跑 那教会来做什么的 属灵全病做什么的 做一个爸爸 做一个妈妈 你的孩子全部要做什么 你给你的孩子自由发挥 乱啊 你的家 对不对 所以 有负担 很重要 一定要有负担 可是 负担 更要有 顺服的心 大家都是说 我就是顺服圣灵 圣灵 给你上面有 领袖 有牧师 如果你不会顺服 看得见的属灵领袖 你不可能顺服神的 因为约翰也说 你不会爱 看得见的弟兄姐妹 你是不能够爱神的 我们很属灵 我就是 耶稣是我的最好的朋友 然后 人 没关系 我来教会 我是没有看人的 我看神 他们是飘进来的 你们有没有 在门口 他们是飘进来的 走在云 云里面进来 因为他们只看到神 没有看到人的 很恐怖 你不要拥掉 你拥掉也不要紧的 因为他们是云来的 不会撞到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你有负担 你更要有顺服的心 你不要说 你是顺服圣灵 顺服神 你人的权柄 神给你的地上的权柄 你看 使徒行传 十三章 第一到第三节 你看什么 我们看那个经文 在安提亚的教会中 有几位先知和教师 就是巴拿巴 而称呼尼杰的西面 鼓励那人路求 与分封之王 西利同样的马念 记得吗 他们这些都是领袖 并扫罗 接下来 第二节 怎么跳到第三节 他们侍奉主 因为很久生锈了 他们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圣灵说了 进食啊 启示一下 要为我们分派 巴拿巴和扫罗 去做我招 他们所做的功 神的呼召 圣灵说话了 然后他们怎样 第三节 于是进食祷告 按手在他们头上 就打发他们去了 还要领袖 阿们 同心 按手 祝福你 打发你出去 哇 直接 按照圣灵的很多 所以这些 参加一大堆 先知特会 先知特会的 我说到很多这些 因为他们上线 看到我们的节目 世界各地 很多就写信来 要讲这个 讲那个 哇 因为他们说 神启示他们东西 卖斗笼 所以求神怜悯 什么是 负担 罗马书十三章 第一到第二节 在上有权柄的 人人当顺服他 因为没有权柄 不是出于神的 反掌权的 都是神所命的 所以 抗拒掌权的 就是抗拒神的命 抗拒的 必自取刑罚 这边讲的是 真正的 总统 政府 这边讲的是政府 他是讲地上的 罗马的政权 保罗都教他们 连这些 都有神的旨意 你不能够随便 反 除非是 得罪神 什么 这些你都要顺服 有权柄的 连地上的权柄 包括 政治领袖 什么 很多神 不是他们好不好 对不对 神允许就有原因的 有时候 更何况 属灵的权柄 是不是神 更加允许的 因此 你要 你的组长完美不完美 你的区长完美不完美 总区长完美不完美 你的牧师完美不完美 我当然是不完美了 他们其他的很完美 我知道 所以你还是要顺服的 因为我们都没有 要你犯罪 我们只是想牧养你 尽量 我的语气 对不对 我的眼神 眉毛 好看 不好看 我没有办法控制 有时候 尽量学习 尽量 语气尽量柔和一点点 笑容多一点 可是 你还是要顺服的 因为我们还是希望 你的灵命成长 你完成神的计划 神的旨意 美意 阿们 我们说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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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地上的权柄 你都要顺服了 更何况 属灵的 神 拣选来牧养你的 所以 我感谢主 我的青年团的 主张领袖 少年团的主张领袖 他们说 我们有这个负担 我们有我们 如果问我们 我们是想在哪里 选择在哪里 可是 我们顺服决定 所以我相信 伟宏 也是一样 因为他教导他们的嘛 所以我们一定要以身作则 所以我们一定要 也要顺服 所以我的 青年团的区长 有几个区长 副区长 掉上去 要开始 在成人那边 他们说 有没有过渡时期 没有啦 这个就走掉了 掉这个游泳池了 我先沉一下 我先烟一下 哪里 掉进深海里面 他们全部都说 哎呦 哎呦 很紧张嘞 不会适应 我就说 你们去唱 Ocean那首歌的 Bridge 神灵 我进入不曾到的领域 什么 我说你们一直唱 唱到你平安 进去那个 我不曾到过的境界 我走在水面上 我说你一直唱 一直唱 唱到你勇敢 他们都知道 他们说 他们很可爱 所以第三 神没有问你的负担在哪里 你有看到吗 当神叫摩西回去埃及 跟法老王讲话的时候 神有没有说 摩西亚 你做牧羊人四十年 你的负担和感动是什么 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 看我们会 Amen吗 会同心吗 神叫耶利米十多岁 去跟以色列人发预言什么 耶利米还要被关 还要被打什么 神说 你去讲 耶利米说 我是小孩子 我年幼的 神说 我给你口罩 你去就是了 神有没有问你 有没有负担 全部没有负担 神跟 和西亚 一个先知说 你听啊 先知 你去娶一个妓女 然后那个妓女会背叛你 她又会 她会跟你生孩子 然后有两个孩子 你都不知道她爸爸是谁 然后她会离开你 从操就业 然后你要再去把她找回来 再说她做你的老婆 哎哟 我最有负担 这个 你很有负担啊 所以你的婚姻有一点点问题 你的婚姻感情出问题 你要有负担 继继继继续的 继继继续救到 没有问题哦 没有这样简单啊 和西亚有负担啊 谁有负担去去 没带没几 可是神不是这样 随便乱来 因为神要 那个妓女代表 以色列人背叛神的 要给他们看到 神的爱是怎样 神的恩典 怜悯是怎样 他用这个很痛苦的婚姻 改天我要跟你们讲一篇道 圣经里面最痛苦的丈夫是谁 还不是最痛苦的老婆 最痛苦的丈夫是谁 所以 有负担啊 哪里有问题的负担啊 圣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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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灾圣灾 万君之夜 何花 然后耶和我说 谁能够为我们去呢 我们能够拆遣谁呢 然后以色列人就说 神啊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但是神 我先跟你讲 我的负担啊 我的负担是那些啦 喝下午茶的 Dartin 我的负担是那些 比较喜欢shopping的人 clubbing的 我的负担在那边 我的负担是老人 我的负担是小孩子 神哪里有问你负担是谁啊 我能够拆遣谁 我呼召你去 我们只有一句话 He ne ni He ne ni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Amen 所以不是我们选择什么 当然到某一个阶段 像你都经历了 人生很多 什么族群你都愿意什么的 可能神后来会给你清楚的指示 你在哪一个领域 像Pastor Bill Pastor Bill的 有负担吗你 你觉得他很有负担 给人家枪杀 他几个月前还要动手术 因为在叙利亚被枪扫射到什么 然后还在纽约救人 还中COVID什么 你负担啊 阿富汗他的几个家庭 好像是七个家庭 他的那些美国的政府没有救 没有救他们 这些基督徒 他的在阿富汗的领袖 是这些塔利班的 杀死的黑名单前面的 他现在感谢主 那天我听到 他有四个还是五个家庭 少过五个了 已经平安 他们想尽办法 你没有办法了 你一路过一路过 要过路费 过路费 有一个家庭怕的逃走了 他们到今天不知道 那个家庭在哪里 然后有一个家庭 好像已经被杀死了 然后他阿富汗还没有解决完 他们在海地的黑地的 十七个宣教士 被海地的暴徒绑架 十七个一个要求美金一百万 十七个里面最小的是八个月大的baby 你跟我讲负担 Pastor Bill飞去那边 要怎样 曾经他的同工被Nigeria的暴徒 那些恐怖分子绑架的 他跟着那些兵去救我 射杀什么的 其中一个女孩子死掉 他到今天还很痛苦 你跟我讲负担 谁要我这种负担 可是到昨天 Pastor Bill有寄给我video 说谢谢我们蒙古教会 我们真的是他的朋友 他讲到要哭 他说有些人会骂我 会讲我做这种东西 有些人不了解我 他说我知道你们明白 你们了解 所以我就尽量支持他的 我就尽量鼓励他 所以有时候神到你很成熟了 你只要神教 你什么负担都愿意 神就会特别跟你讲 我要你在哪里 可是你在哪里 没有看年龄的 你孤儿寡妇 八个月大的baby 你也是要有负担 对不对 你也是要救我 你不能告诉我 我的负担就是这一群 这几个 不能包到完 包到完 所以 神就是问你 神就是问你 我能够拆遣谁 以赛亚书 就是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 神就说你们要去 使万民做我的门徒 去就是了 阿们 所以第二 最终 最后 那怎样呢 何为真正的负担 那什么是真正的负担 第一 无论到哪里 都传福音 就是这个负担 这个是负担 无论到哪里 都传福音 我感谢主 最近的爱心联名行动的报告 我很喜欢看 他们除了有照片 他们也有照片 然后拍 然后照片里面还会写 我们今天去MJC 哪一个家庭 我们去 马当哪一个家庭 下面还一句 现在这个家庭是 哪一个小组领养了 这个家庭是 哪一个小组领养了 我们把荣耀归给神 哈雷路亚 那天 爆了一个恐慌一下 才上个礼拜 他们爱心联名行动 回来第二天 其中一个 COVID positive 然后都不知道 其他的人 有没有positive 那是不是 我刚才要来教会的时候 下楼梯的时候 如果这COVID 一直一直 下去几年 那我们就不需要 传福音了 因为我们怕死 我们怕死 就让灵魂下地狱吗 哪一个死更恐怖 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了 有时候就是要这样 就像 Pastor Bill 分分秒秒 我们正要为他祷告了 他年纪都这么大了 我都希望 我们的教会 训练出来的 有一些 以后会 继续这样的事工 这种事工 是神最喜悦 没有人要做的 我在想 我那天 当我知道 他又飞去那边 暴徒绑架那边 他要怎样去想办法 跟这些人谈判 救出这17个的时候 因为他有几次 差点死掉 被打 被杀 被砍 什么都有 我在想 如果他 一死 假说 那怎么办呢 他全世界 几十万的 这些孤儿 穷的孩子 接下来 谁怎样 有些时候 人家说 因为他们有训练人 这个训练就能够吗 上经导读 神学院两年 就能够吗 大多数都说 我没有这个负担的 不同的负担 不同的负担 我们最厉害听到的 不同的负担 希拉瑞 负担了 也是 更胖的 更胖的 最好是 没有生命危险的 不会影响你的经济 你的收入的 也不会有 病毒侵入的风险的 那个我们最有负担 而且负担到 也要给我结婚的 也要给我什么 家庭怎样的 我们的负担 都很多 附带条件的 所以第二 负担 神 神叫你去哪里 就去哪里 未必很顺 或者容易走 所以你可以回去看 16章16节到20节 你回去看 就是保罗他们遇见 什么事情 你不要以为 神呼召你 神给你 那个地方 就是 大家都爱你 我们很多时候 舍不得离开 我们的区 我们的小组 我们的团契 这都是因为 我们是一家人 很快乐 很温馨 我是我们小组 在开心果 我一走掉 他们就没有果了 他们就苦心连了 还是什么 所以我们就 很多时候 都是人自己的以为 圣经的 哪里有问你的负担 是什么 哪里有叫你选 神派你去哪里 然后 即使你自己觉得 神叫你 神给你的呼召负担 你上面的属灵领袖 有没有阿们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学顺服 什么叫做谦卑受教顺服 那些讲 我只顺服神的人 是最骄傲的 属灵骄傲的人 因为他们不要听主长 不要听区长 不要听教会牧师的 他们要做他们的 看起来很属灵 很多时候是因为 我不能够听别人的 他们跟 像我说的 directly understand 这个最上限了 所以求神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第三 负担是 一切都为主而做 一切都为主而做 你已经很久没有工作了 你没有收入了 突然间有人请你做工 很多人要抢这个工 这个工不是你习惯的 这个工不是你喜欢的 可是这个工能够养活你全家 你是不是很努力做这个工 保留这个工 管你喜欢不喜欢 累不累 你习惯不习惯 你就很有负担做这个工了 这个是负担 你卖一个产品 你跟一个公司做工 你喜欢这个产品吗 你喜欢这个老板吗 你喜欢这个公司吗 你都希望你有业绩啊 你都有赚到钱啊 对不对 你的负担哦 这个 就是你做什么 都给我最认真的做 最负责任 做到最好 外面的东西 我们都会这样了 更何况是神的东西呢 教会的东西 这个是负担 无论做什么 哥罗西书三章 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我们一起来读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事听从 你们肉身的主人 你看 连肉身的主人是什么意思 其实他们讲的是奴隶啊 那个时候有奴隶的 圣经当然是反对 可是有一些真的是这样了嘛 都要听从地上的老板 更何况神 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的仆人 对不对 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神帝兄 安迪梅姬做的 不是给伟红 丘陵 你们的区长 还是谁做的 不是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接下来 因你们知道 因你们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 为赏赐 基业就是神会奖赏你的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这个叫做负担 Amen 我们一起起立 F 去年不是今年的 去年的 我们考试的时候 这是其中一段要背的经文 那个时候就 用几分钟哼哼唱唱 给你们学背 结果 我昨天找回这首歌 我再学唱一下 因为我都大概忘记了 所以 神提醒我们 负担就是 无论做什么 都做到最好 最负责任 最荣耀神 Amen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知道 从出哪里 必得着 记忆也为上次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呢 我都要从心里做 我都要从心里做 奇异也为上次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Whatever you do,Amy Whatever you do Work at it with all your heart As working for the Lord Not for human masters Since you know that You will receive man in habitance From the Lord as a reward It is the Lord Christ You are serving 无论做什么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你们迟到 从祖哪里 并得超 奇异也为上次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因你们迟到 因你们迟到 从祖哪里 你的乃是主基督 祈祢也为上次 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按守在我们的心上 跟着我一句句祷告 耶稣 谢谢祢的话 原来 负担是 去哪里 都服侍祢 都传福音 原来 我们要服侍 你都没有问 我们的负担 我们的选择 有负担很重要 可是负担是 去到哪里 在那里 就要有负担 而且顺服 胜过 我们自己的负担 谢谢祢跟我们说话 因此让我们的 成人 青年人 少年人 不再担心 以后 我在哪一个区 哪一个小组 我侍奉的对象 我的主张领袖是谁 我被安置在哪里 我都要做到最好 我都要负责任 我都要有好见证 我都要谦卑 受教 顺服 这是真正的负担 感谢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说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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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好在我们当中 有 如果有新朋友 你还没有祷告 接受耶稣的 或者在线上的 现在 我们请你跟着我们 做这个最重要的祷告 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 做救主 成为上帝的孩子 好 你们要多多祷告 这礼拜六 或者礼拜六之前 有些 如果真的有些 没有办法 礼拜六 或者礼拜六之前 受洗的 你就可能就要拖延 但是尽量鼓励他们 记得礼拜六 晚上的祷告会 我会受洗的 我会提名提名 来祝福 来为你们的圣灵 充满祷告 好 我们来为那些新朋友 你可以敞开你的心 举起你的手 接受耶稣 一句一句跟着我说 主耶稣 谢谢你爱我 我相信 你是独一的真神 为了我 从天上下来 为我的罪 被钉死 在十字架上流血 三天后 死里复活 我承认 我是罪人 我做错很多事 但是耶稣 你爱我 求你赦免我的罪 用你的保血 把我洗干净 从今天起 住在我心里 做我生命的救主 我唯一的神 我的天父 把我的名字 写在天上 给我信心 跟随主到永远 奉主耶稣 圣明 我跟魔鬼 和我的过去 看断关系 我干净了 我自由了 我得救了 我平安了 我是上帝的孩子 我是耶稣的人 耶稣的保血 在我身上 每天保护我 照顾我 给我平安 谢谢耶稣 奉主耶稣圣明 我这样相信 我这样祷告 我就这样得着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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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用主导文来结束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今日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 直到永远 阿们 我们等一下 等一下 好 我们继续站起来 我们还没有为全家祝福 而且特别是 你们有些组长 我们感谢主 我们其中一个组长 很有负担 今晚他要飞去西马 为他一个西马的 信徒洗礼 因为在那边 没有人跟他洗礼 所以这个叫做要有负担 阿们 阿们 举起手 求神来祈念 主耶稣 让我们蒙福教会 每一个弟兄姐妹 家里的无论是几代 灵魂体 都有耶稣保血 遮盖 看顾保守 出入都平安 最重要的 全家真正悔改 得救 敬畏神到永远 主啊 让孩子 蒙福平安听话 爸爸妈妈 主啊 让他们的经济生活 你都纪念 你都看顾 帮助每一个人 度过难关 有生病的 你的边伤来医治 有伤心痛苦的 你的圣灵来安慰 来鼓励 主啊 给我们聪明智慧 每一天过着 得胜蒙福的生活 也求助纪念 很多组长 区长 主啊 他们有很多 他们的带领的弟兄姐妹 将要受洗 进入神的国 上帝 你保守他们 一切都平安 为着那些 将要受洗的 和他们的领袖 他们的弟兄姐妹 家人 让他们都灵魂的 蒙福 福贝满意 奉主耶稣圣明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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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把荣耀给给神 记得啊 不要留在 Lobby 圆圆和花痴 福贝满意 平安三位 神与你们同在 不要留下来 跟人聊天 哦 圆圆和花痴 伺负物贝满意 愿耶和花痴 品贝满意 愿耶和花痴 跟的 怀念我照你,愿耶和我此恩免你 愿耶和我像你一样连,愿耶和我此理名暗 愿耶和我此不愿意,愿耶和我此理名暗 愿耶和我像你一样连,愿耶和我此理名暗 圆圆和花痴不灭地 圆圆和花痴平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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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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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low Shallow, 愿耶和花赐你平安 愿耶和花赐福给你 我们三会过后的祷告服事依然有进行 所以你如果有任何的需要 你一样的像上几个星期 你在那个祷告式的Zoom链接那边 我们的蒙古教会的Facebook专页 那边也有它的链接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联络一些同工 一些主张领袖 你可以进去祷告室那边 等候会在一个小时内 有人为你祝福祷告 好 现在所有的小孩子